4. 生病時 7種食物幫你快速傳遇 1. 穀物粥 燕麥和其他穀物粥都是很好的安慰食品 它們含有豐富的碳水化合物、纖維和其他營養素 在選購時 我們要買健康的穀物 即存物、高蛋白 多纖維而且低糖的產品 每份的纖維量應該在5克以上 含糖量就在5克以下 用熱牛奶或熱水、沖泡穀物 對腸胃不舒服的人來說都是很不錯的食物 2. 馬鈴薯或紅薯 馬鈴薯或紅薯都屬於比較容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 它們有豐富的維生素絲和纖維 有助於疾病康復 而且熱騰騰的穀薯本身就令人感到滿足 3. 熱雞湯 慢火熬煮的雞湯含有豐富蛋白質和脂肪 能很快地為患者的身體補充能量 4. 薑湯 薑湯能驅寒和患解感冒 同時薑含有很多種成分 好像薑辣素對身體的整體健康也有好處 5. 蜂蜜 蜂蜜對病人來說才是更好的甜味劑 我們可以用蜂蜜泡茶、沖水 也可以給熱蜜粥調一調味 蜂蜜的抗菌特性有助於緩解感冒滑流感 同時蜂蜜還有潤喉和止咳的作用 6. 綠茶 當感覺不舒服的時候飲一杯熱綠茶可以補水和潤喉 綠茶裏的酷皮素成分可以有助於提升免疫力 蜂蜜配綠茶更是可口有健康的飲料 7. 豆類 豆類是很多蛋白質和纖維的來源 而且含有豐富的身 可以增進免疫能力 好像櫻嘴豆、小扁豆、四龜豆 都是不錯的配菜